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法治教育真的不能等 高考案的问题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明 回答大家的问题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公知 名嘴 不管他们是发言或是做节目 或是在脸书上面写的 其实这情况都非常非常的离谱 那更不要说一般的民众没有办法理解 刑事判决 他的良刑是怎么良刑的 然后我们就盛宵成上说 这是一场政治迫害 然后法院是民进党开的 我们先说一个前提 这个案子是不是政治案件 他当然是高度的政治案件 所以很多人问说 那李俊玉为什么没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李俊玉为什么没事 因为没有人启动调查 并不是李俊玉没事 那要不要启动调查谁决定 赢得总统大选的人决定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法务部或是调查局检调一体 他是要服从上级的指挥 所以法务部归谁 法务部挂在行政院下面 现在谁拿到执政权 绿营呢 所以这种高度的政治性案件 他会不会选择办A不判B 大家都闯红灯 那有的人被抓了 有人没有抓 这一点存不存在 存在 可是我相信 任何一个人选上总统 以现在三党的程度 他们会做同样的事情 那你要说怎么办 这是人的素养的问题吗 素质的问题吗 那我相信这个事情 在美国也会发生啊 那你说司法的老牌的国家 民主的老牌的国家 哪一个国家不会发生 这个就是政治 我们学Willie Brown 讲说他睡了贺锦丽 这个就是政治 政治存不存在 政治无所不在 好 可是你今天高行案 或者是柯文哲 拿李俊逸来说 那你怎么办我呢 这个是一个有效的辩护吗 我们就高行案的案子来说 你是他的党主席 或者他要找律师 或者他本人 对他案子的辩护 你去扯李俊逸有用吗 如果有用你继续讲 我不会阻止你 继续讲 你到高院的时候继续讲 你看会不会有用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觉得继续扯李俊逸对于 高行案有没有帮助 我不用去做判断 你自己都可以做判断 你被警察抓到闪红灯了 你说 刚才那台 他们都闪红灯 我们现在你正在抓我 又一台闪过去了 你怎么不去抓他呢 你觉得这种抗辩有用吗 警察罚单召开 继续开 理解吗 所以对你自己的问题 你需要做的抗辩是什么 我为什么闯红灯 因为我车上照了老婆 她已经要生小孩了 我现在急着要到医院去 这是不是可以主却违法 有机会 可是你没有 你的主却违法的事由是什么 然后接着又开始变说 哎呀 我这个钱都用在公义啊 人家法官早就在这个判决里面 高行案的判决 法官已经写了 你这个抗辩我听到了 但是没有用 因为如果这个有用的话 主却违法 就是说 因为你把钱放在公家的用途上面 所以呢 就可以主却违法 就不算犯罪了 那这样子公务人员 跟民意代表 他会优于一般的民众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民众 没有可以公务的支出啊 因为他没有公务的支出 所以他凡是犯 抢劫 抢到偷窃 他都 没有主却违法之事由 可是 立法委员就可以有 主却违法之事由啊 哎 我抢劫 抢到偷窃来的钱 跟贪污来的钱有什么两样 用诈述或是强暴协货的方式 拿到的钱嘛 或者是诈欺嘛 那因为你用在公益可以 所以可以主却违法 那你就跟一般民众的论 良行论 论罪通通都不一样啦 不可能存在嘛 需要再讲一遍嘛 法官的判决书去看过了没有 没有看过的话 不要跟着别人文姬取武好不好 就是做不到 不因为你后面把钱花到哪里去 因为你前面有没有构成要件 犯罪的事实已经构成了 什么呢 就是 你跟助理 约定的薪水 你服报了 真正的薪水在这里 你服报了 然后你们两个合议合谋 去骗立法院 说啊我的薪水是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 然后把这个中间的差距呢 等到到手之后 你用到哪里去 谁管你啊 你已经完成了一件什么事情 用诈述去骗立法院 为财务之教父 这个就是贪务之学条例 他所采到这个条文 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 的构成要件已经满足了 你说我没有贪务之犯益啊 不是你后面把钱用到哪里去 叫没有贪务之犯益啊 你前面用诈述 去把钱拿到 两个人合谋 去把钱拿到 然后缴回来 这个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就是你的贪赌啊 这个条文把它念一遍好不好 利用植物上之机会 诈取财务啊 利用植物上之机会 诈取财务 这是贪务之条例 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 你如果连这种基本的法事都没有 你当立法委员 然后接着讲李俊玉 李俊玉不是没事 李俊玉是没有人启动调查 要启动调查他 可以啊 你也可以去告发 那检官不见得会执行啊 这确实是一个司法上的问题 为什么不被信赖 因为他双标 的确 但是哪一个执政的人不双标呢 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司法改革最惨的地方 好 然后我看到 有名嘴政治学博士 说什么呢 说啊 这个在侦查期间 其中有一个人 叫做王玉文 说在侦查期间呢 检察官啊突然把麦克风关掉 录影机关掉 然后跟他讲说 我们起诉说已经写好了啦 上级指示就是说一定要办高红安啦 你们其他的同案被告几个人都承认了 你赶快承认吧 不然的话你会被判很重 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太可恶了 对 的确很可恶 但是这件事情存不存在 我相信是真的 好 那关键在哪里 关键是 检察官或是警察在问案的时候 都是这么问的 比如说夫妻同案被告 分开来问对不对 他甚至还会做这种事 跟妻子讲说 你就一个人担了吧 你先负责赚钱啊 还要养家啊 家里有老有小的对不对 所以你坐牢就好了 于是妻子就认罪了 然后隔壁房间呢 就跟先生讲说 你不忍心让你太太去坐牢吧 你认罪就好了 我会放你太太走 结果呢 两个都认罪了 这个就是警察跟检方办案技巧 办案技巧 我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可是当他不能行求 只能用训问的方式 要突破新房怎么办 通常都用这种办法 那你说这个东西 是个人孰不可忍 那为什么只对高核案的问题 喊冤呢 这个也是双标不是吗 你如果真的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在检调一起 要服从上面的指挥办案嘛 那你说不然怎么办 假官照自己的意思来做 我爱起诉谁我就起诉谁 我爱办谁我就办谁 不接受指挥 那这整个检调系统要怎么运作 也没有办法运作嘛 那中间一定有一个平衡点 对不对 所以就会有出入嘛 所以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第一个李俊玉的问题 对不对 李俊玉不是没事 那现在谁掌握了司法权 谁掌握了行政调查权 他就可以决定他要办谁嘛 好 这个大家同意吧 所以扯李俊玉 对于高核案的案子有没有帮助 完全没有帮助 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案子 就算李俊玉去坐牢了 也没有办法让高核案不坐牢啊 所以扯这个事情是扯爽的 好 那接下来有人问说 为什么这么多被告里面有一个人被判无罪 那个人是谁呢 那个人是同案被告里面的 陈玉凯 因为检查官起诉的时候有两大部分 有一个部分是说什么呢 是说他们连加班费都是假的 然后有一部分是说 他们的薪资是假的 那凡是薪资是假的 通通通都被判有罪了 但是有的被缓刑 这个我们后面讲 可是陈玉凯呢 陈玉凯他是被起诉加班费那个部分 他的薪资有没有福报虚报 没有 他是法务助理 好 所以陈玉凯为什么到最后判无罪 因为同案的所有的被告 关于加班费那个部分 全部判无罪啊 所以不是陈玉凯被判无罪 是全部的人在那个事情上面 全部被判无罪了 因为陈玉凯没有薪资福报的问题啊 所以薪资福报的部分 全部处理了嘛 因为这个也没有大水库不大水库的问题啊 哪有什么大水库 就是贪污罪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 讲说你用诈述使人为财务之交付嘛 你有没有实用诈述 有啊 那怎么样确定事实说有有实用诈述 要知道啊 如果说今天办案不公的话 那请问同样是贪污之类条例 这门灿被收押了 可是高宏安从头到尾 检方没有申请羁押他 他在外面爬爬罩 继续当他的市长 然后呢 他可以跟这些被告串阵 结果这些同案被告 有没有人挺他 没有人挺他 他们就老实讲啊 全部老实讲啊 我本来约定的薪水是几块钱啊 那结果就浮报啊 然后浮报之后我缴回去啊 我认为这个是公积金啊 没有问题啊 那因不因为你附会法条 你不知道法律是什么 所以无罪呢 没有这种事 没有问题 那是怎么办 没问题 我从这种世纪行 没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是的 那是什么问题 我为什么有问题 是什么问题 我不是想做的 那是什么问题 不能够 我所想做的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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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在西藏的云端 孕育着生命之源 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 西藏好水 世界好水 我们在其他的集数里面有讲过 有人可能认为杀人不是犯罪 你说我不知道杀人是犯罪 所以我把人杀了 有没有责任 我不知道闯红跟要结罚单 有没有责任 因为你不知道法条 所以你不犯罪 所以我看到很多名嘴在讲这个事情 说判得太重 事实上真正学法律的人 看这个案子都觉得判得太轻 为什么 跟金额没有关系 你会觉得说这金额不相当 太不值得了 那我贪多一点好了 你贪多一点可能判更重 因为这个案子是什么呢 这是最低本刑 7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判7年4个月 只是往上加一点点 案里就我们的经验 如果是不认罪 然后又不符合所有的减刑的条款 那你必须要判非常重 通常是10年以上 所以法官已经尽量轻判了 判7年4个月是轻判 那所有不是学法律的人 都认为判得很重 所有学法律的人都认为说判得很轻 那大家要认为哪一个才是对的 没关系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不然就应该要去修这个法条 你把这个法条修7年以上 还是7年以下 还是减半都可以 好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有讲 谁谁谁判了多少 谁谁判了多少 你去把判决书找出来 你有没有把判决书找出来 没有嘛 你就看最后判决结果 然后就开始大发议论了嘛 这不可以啊 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 所以为什么那些人被轻判呢 因为他认罪了 因为他把钱搅回去了 那我们看看刚好案的同案被告 为什么不是判无罪就是判缓刑 我们来看法官引了哪些条文 好 第一个 这个判决书的内容 他有讲良刑的理由 怎么良刑呢 以及减刑 怎么减刑 好 他说啊 同案被告 陈焕宇 黄慧文 王玉文 他们三个人都不是公务人员 那 有一个条文是刑法第31条 第一项 但书的规定 这个但书的规定说什么呢 说啊 你不具身份犯 可是因为你根据有身份犯的人共犯 所以被判了那个条文 那这个时候如果情节很轻的话 可以减轻你的刑度 所以先减一次 本来是清理以上有些图形啊 那为什么这些人不是公务人员 会被判贪污罪协条例呢 了解吗 贪污罪协条例是制谁的 是制公务员 可是这三个人都不是公务员啊 为什么他会被用贪污罪协条例来处理呢 因为他是共犯 他跟公务人员一起犯的这个条文 就像颜宽衡的同案被告 他的朋友被他当人头 合谋去诈领助理费 所以这个诈领助理费的同案被告 一样被判刑啊 一样判七年以上啊 因为他不符合任何减刑的这个要件 那到高院之后赶快认罪吧 是不是 你就猜测说会没事啊 判七年以上啊 而且你从头到尾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你只是被当人头啊 有没有比这些高王案的助理还好冤 好 那条文就这么规定啊 所以法官捡了他们一次 说你虽然不是公务人员 可是因为你跟公务人员一起共犯 所以你用了贪污罪的条例 于是呢 我给你减刑 因为情节算轻啊 金额不大 所以这些人被捡了一次 那高王案为什么没有用这种方法来捡呢 因为他不是身份犯的共犯 他自己就是身份犯 他自己是公务人员 OK 他不是用刑法第31条之一 来给他减刑 好 但书 好 第二次再 法官再帮这些人减一次 他说怎么样啊 陈焕宇 王玉文 所犯情节上属轻微 然后呢 与高宏安 跟黄慧文的共犯 所得都在5万元以下 所以呢 我在依贪污罪条例第12条第一项的规定 减轻其刑 5万元以下 我再减你一次 好 然后 第三次再减一次 对谁减呢 只对于陈焕宇跟黄慧文来减 怎么减他呢 他说啊 他犯罪之后坦诚犯行 且犯罪情状 险有可敏之处啊 所以呢 接一刑法第59条的规定 左减其刑 所以陈焕宇 黄慧文 他被减了三次 那从头到也不认罪的王玉文呢 王玉文啊 就算不认罪 他还帮他减了两次 一个是他不是公务人员 身份犯的问题 一个是情节轻微 帮他减了两次 即使他不认罪 那问题这三个条文 都无法用在高宏案身上 第一个他是身份犯 他就是主犯 第二个 因为他是公务人员 第二个 他没有认罪 第三个 他不是五万以下 那你怎么能够说没事呢 所以你所抗辩的东西 法官都一一处理了 你抗辩说大水库 问题这不是大水库 不大水库的问题啊 你犯的是诈述啊 诈述取得财物嘛 在前面已经完成了 你只要把钱骗出来 就已经完成了 那你至于说 你之后把钱用到哪里去 也许在良行的时候 可以被良行 可以被斟酌 你不是拿来施用 可以被斟酌 可是他不是 要判定你有没有犯罪 判定犯罪只讲构成要件 良行的时候才看 其情可明 所以 也没有余文要出来帮你扛啊 所以到底要怎么判呢 那这是不是一个高度的政治计算件 当然是嘛 所以 你要走政治这条路 你又不是执政党 你当然要加倍的自身清廉嘛 你己身不正 如何从政 你己身不正 被抓到了 你就开始满地打滚 说哎呀谁也怎么样 谁也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去办呢 大家每一个 立法院每一个人都犯罪 你为什么不抓呢 这种抗辩有用吗 这种抗辩 是立法的问题吧 是民众党应该去说 我们来修贪污罪条例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怎么样 用AI来判刑好了 法官没有良行的空间 以后这些事情都用AI来处理 最公平嘛 蒙着眼睛啊 他不认得你啊 你看看如果用AI来判的话 平均下去 不认罪 没有减刑的机会 高判会被判多少年 要不要试试看用AI来run一次 所以现在大家有情绪 可是有情绪也不能这样污蔑法官 我对于检调会不会去迫害 用政治迫害一般的人民 我同意 绝对有 我也是被破坏的对象 可是我不会这样子去看高宏安这个案子 因为这样子看这个案子 对高宏安本人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如果高宏安 就他现在情绪上面所抗争的抗变的这种方法 继续打高人法院的这场官司的话 他坐牢坐定了 以克文哲这个说法 他除了可以煽动群众 然后让大家更不相信司法之外 对这个国家社会有任何的进步吗 有任何的帮助吗 完全没有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 你看到什么样的问题 就一定要站出来说话 我不怕被攻击 我也不怕被抹黑 你不管抹成什么颜色 我通通都不在乎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真的 我们不只一般的民众 的法学的尝试必须要加强 我们的这些公知 这些民嘴 这些医生们 好好的加强你们的法律素养吧 真的 不要出来尬牌的小孩大小 如果要讲李俊逸的问题的话 李俊逸没有被追查 是有人在司法上面踩刹车 可是柯文哲自己 没有被司法踩刹车过吗 他甚至还绝地大反攻呢 就我们讲他在台大的26例的问题 台大从头到尾打官司 对不对 台大负责钱呢 他拒绝把26例的案例交出来 到最后彻底打官司打败了 确认之数啊 台大仍然不把东西交出来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说 哦 我们找不到那个病例 26个病例 器官移植的病例要拥有保存 他说找不到 你是不是被台大好好的保护起来 是啊 是不是不公不义 当然是啊 死了26个人 或者我们直接说吧 杀了26个人 那你为什么不说 说司法不公呢 你为什么不说选择性办案呢 这个问题比高红案问题严重太多了 再来 监察院也完成了调查 应该要移送什么 检调啊 最后没有移送 我们打一个问号 不知道 因为当时监察员承诺我 一定会送检调 那如果送了检调 谁压了案子 完全没有调查 有人还说 哦 那林志坚 新竹大秘宝 为什么检调 没有办 天晓的检调 为什么没有办 你自己查的证据不够啊 高红案 掌握了市政 他查不到任何 可以拿出来说的弊端 最后草草收藏 说我已经把资料交给检调了 然后呢 自己连记者会都不敢开 说实话 屁都不敢放 然后现在这些乡民 还在帮他说啊 为什么林志坚 没有被办啊 检调是案 你要不要先问问高红案 你查到什么 我现在已经移送检调了 侦查不公开 这种屁话你也信吗 这么多 我现在已经 Philippin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对? 然后他是五万块以上 因为五万多嘛 所以五万块以上 因此我们刚才说了几个减刑的 这个要件 他符不符合? 不符合 他的情形 高尔岸情形跟同众院的情形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然后地院 同众院在地院的时候判多少? 大家知道吗? 同众院在地院的时候判七年六个月 是不是跟高尔岸差不多? 都死不认错 对不对? 不肯认罪 后来同众院到高院 上述到高院的时候 同众院有没有认罪? 现在很多人胡说八道 说同众院没有认罪 同众院在高院认罪了 他怎么认? 他只是说 我的钱又不是拿来贪污 我没有贪进我的口袋 那都是一些公务的支出 也是同样的 跟高尔岸一模一样的看面的方法 可是对于他自己用诈述 伪造文书的方法 取得这些费用 他有没有否认? 没有否认 他在高院的时候认罪 他只有唯一的看面就是 我没有贪钱 钱没有进我的口袋 这个叫做不是贪污 问题是 贪污智慧条例的构成要件 不是你设的 贪污智慧条例就是这么规定的 所以因为他在高院认罪了 所以高院用什么呢? 就用59条减刑 就给他减一半 二审变成判三年十个月 是不是给他减一半? 可是童仲彦错过了一个什么机会? 因为你是公务人员 金额在5万以上 你唯一的机会只有减一次 你减一次再怎么样7年都不可能减到2年以下 所以公务人员涉犯贪污 他唯一的机会可以缓刑 不要坐牢的机会 听好了 在递减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自白认罪 所以递减的时候减一次 对不对? 到了法院再减一次 减两次你就有机会 跟王玉文一样 高宏安那个案子的王玉文一样 可以两年以下 然后得到缓刑 可是童仲彦在递减没有认罪 在地院也没有认罪 他错失了机会 他现在唯一的就是到了高院认罪 然后他只剩下第59条 刑法第59条可以用而已 他只能减一次 只能减一次 7年以上有期徒刑减一次 也不会减一半嘛 就三年多啊 法官都非常帮忙了 所以童仲彦后来去坐牢 大概做了一年多 现在已经出狱了 那我们回来看高宏安 高宏安已经错失了在递减的机会 又错失了在地院的机会 他继续用这种方法去高院抗便好了 最后一定是7年以上 如果他在高院愿意认罪 那他的下场就是跟童仲彦一模一样 应该也就是判三年多 那所以他坐牢坐定了 我现在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可以减刑的机会 减刑就那几个条文 如列出来 他是他没有身份犯的这种 可以减刑的机会 因为他是公务人员 然后 他又不是五万块以下 他又不符合 贪污罪业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 他只剩下刑法第五十九条 跟童仲彦一模一样 所以究竟谁是你的律师 你今天要坐牢 你的律师可能要负责任 为什么 还是你没有跟律师讲实话 所以律师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帮你判断 就是说 你在递检的时候 你在侦查的过程中 你就应该要认罪 所以今天检察官 把麦克风关掉 把录影机关掉 跟王玉文说 我们已经要起诉了 其他人都已经认罪了 你赶快在这个时候认罪 这个一定是对王玉文不好吗 不是哦 因为 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 三次的减刑的机会 好 所以他完全错失了 有人就说不对啊 还有什么 像秦立坊 秦立坊也是台北市议员 然后他涉及的赤哈林的金额还蛮高的哦 那到最后为什么秦立坊可以直接还行 就是因为秦立坊啊 他被抓了之后 他在递检就已经认罪了 递检减一次 然后 递院的时候 继续减 对不对 他至少有两次减刑的机会 千年以上有期徒刑 减一半三年多 再减一半就两年以下了 于是直接还行嘛 那你要敢做敢当啊 秦立坊有高人指点啊 他的律师 一流的 可是高宏安呢 你没有跟律师讲实话吧 不然一个合格律师都会告诉你 认罪 就没事了 你不是 一路还要去选市长嘛 所以一点瑕疵都不可以有 一点瑕疵都不可以有 不是掩盖啊 一点瑕疵都不可以有 是真的没有瑕疵啊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 这个高宏安的下场 现在很多媒体 很多民众都非常喜欢高宏安嘛 他人气很高嘛 觉得他被迫害嘛 可是即使是这样子 即使法院很愿意帮他 你们今天继续 喜欢高宏安的人 继续攻击法官好了 你看高院会怎么处理他 如果他不认罪 到了高院连一次的减刑机会都不会有 那么他得坐满七年的牢了 至少是七年多了一半的时间 但要坐个三四年吧 他已经错失了在地检认罪的机会 假官固然要抓你 要办你 所以你自己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犯法 真的有犯法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讲实话就好了 你不讲实话硬拗就觉得可以拗到最后就可以脱身吗 没有这回事 法律不是这样玩的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断言 高宏安老是做定了 只是做多少年的问题而已 童重验就是你最好的例子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子勒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